OK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视频 现在时间是4月17号凌晨了 那在这视频里面 我将讲一下这几个东西嘛 其实大家应该也可以猜得到 就是一个是讲一下高通跟苹果的和解嘛 然后这里就是Intel 宣布推出5G的手机芯片市场 然后Qualcomm跟BlackRock的这个大涨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看我这个到底涨了多少嘛 我的账号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这个这两个单子嘛 最后再讲一下关于RobbieHoo这个账号 我要做一下说明跟解释一下嘛 因为我今天有收到一个问题 有个观众说 你这个RobbieHoo感觉好像很快止损 很快止盈 很快止损 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点看不懂嘛 我等一下下位做点说明一下 OK 那我先说一下这个高通跟那个苹果的新闻嘛 就是今天的话就是苹果跟高通就是宣布咱们就是不打这个官司了嘛 结束了 然后的话我觉得这一次这个Qualcomm是大一嘛 这里面Qualcomm说他这个至少是每股是两块的那个earning per share嘛 增长嘛 股票涨了百分之二十几嘛 你看看增持在收盘的时候是涨到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亿嘛 但是盘后继续往上涨嘛 另外涨了百分之六点八亿 等于说一天之内涨了百分之三十一点 三十一点多嘛 差不多快差不多百分之三十二吧 一天的时间嘛 然后的话看一下新闻嘛 就是在这个信息里面嘛 看一下就是 呃就是苹果嘛 他这里讲到这个除了 呃苹果要还给那个Qualcomm这几 这一两年来这个欠他的几十亿美元嘛 因为他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 苹果已经不交钱 不把钱 呃交给那个这个 呃这个 呃这个专利费七七八八一大堆费用给那个Qualcomm嘛 所以说他现在已经谈好了 马上把钱还给那个Qualcomm 另外呢 在接下来的等六年的时间里嘛 呃他这里有写六年的订单嘛 至少是六年的时间里 Qualcomm将会使用 呃 sorry 苹果将会使用Qualcomm的新品 呃从4月1号开始嘛 2019年开始 另外呢 还会有增加两年 有两年的选择 就是你可以继续延长嘛 两年的选择 呃其实大家也应该可以 呃其实我当时我在之前上一个 前两天的视频里面 我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我一直非常强调 就是苹果现在没有什么选择嘛 而且intel现在做的很慢速度嘛 很慢 根本来不及 赶不上那个其他公司 就是 赶不上那个夸卡的速度 就是 赶不上那个夸卡的速度 呃 像 比如说像 不管是三星呢 华为呢 包括一家手机 很多手机嘛 现在马上就开始用那个 这个 很多他们好几个都有用 那个夸卡的5G芯片嘛 是那个snackdragon 855嘛 那你现在如果你不用的话 你不用夸卡的话 ok 你可以不做 你可以等 你可以等intel做 但是intel跟你说了 他至少要等到2020年底 2020年底 而且东西还不一定 估计 也 估计它那个芯片也不会比那个夸卡速度快嘛 要么你还有个选择 就是你苹果自己做 但是你自己做 要从头做起 你根本就来不及了 所以说我估计是苹果最后还是想开了 最后苹果高层 最后想开还是投降吧 等于说这次等于说 苹果就是彻底白袭的 ok 承认没办法跟那个夸卡这样继续打下去 因为如果你这样打下去 到时候你没有5G的iPhone 结果别人的手机 三星什么安卓很多手机 全部都是开始用这个5G的手机 你还在4G徘徊 所以说我觉得苹果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ok 所以说接下来新闻爆发之后 然后英特尔 英特尔也说 退出那个 这里是讲干嘛 我刚才看到英特尔的股票也讲了非常多 英特尔在这个事情 苹果跟那个脸书 不是 苹果的夸卡 宣布这个事情之后 过了几个小时他也宣布说 我准备退出那个 这里也讲了百分之 等于说总共加了百分之 盘后又加了百分之四点几嘛 就是说英特尔说 我已经退出那个手机芯片的那个行业嘛 因为你自从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意义了 你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苹果这样的大客户 跟你合作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做了 而且你没有 等于说你没有买家的嘛 没有人跟你到你这里 还有没有什么意义的嘛 你再做下去也没什么钱赚了 而且你本身你技术 又比较跟那个夸卡差距那么大 你根本也来也来不及的 所以说 我觉得英特尔本身 他这个动作也是正确的 所以说华尔街也觉得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所以说也给你 给你涨了百分之四嘛 但是我其实我当时 我一时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因为你等于说你现在英特尔失去的 苹果这个大买家嘛 等于说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才对 但是没办法 反正华尔街他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OK 然后说了这个新闻呢 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夸卡跟BlackRock的那个大涨嘛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两个涨了多少 我最后再说一下S&P500的情况 不过因为其实S&P没有什么变化吧 你如果看S&P500大盘的话 基本上也是这个 我上次跟你讲大家讲过嘛 基本上就是在这里不断的徘徊 不断的徘徊嘛 不断的徘徊 你这里有点好像有点新的support在这里想产生 但是感觉不是很厉害 不是很厉害 我看看 不是很明显 对这里还是主要的support嘛 OK 然后现在明天的价格 也估计反正我上次前两天跟大家讲过 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徘徊了 嗯 然后说一下什么呢 我看一下 所以夸卡我到底找了多少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我刚才打开我的大的账号拿去 拿去算一算啊 这是我夸卡的成本价嘛 是3月8号买的 呃 是当时我成本是10114.06嘛 呃 我 而此时此刻我没有卖掉嘛 我觉得没有必要卖掉 接下来 这几年等于说夸卡是无敌的 呃 我觉得是没有卖 没有没有没有理由卖掉嘛 这个这个单子 嗯 看看 夸卡目前为止它是我这单是赚了是 呃 三千 三千一百多嘛 表面上看你是看是 百分之三十一点五六 但是我这里要做下 三千一百六十 我要做一下解释 实际上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收盘 他这个价格是按收盘价格来算的 就是我成本是三十五块五毛五嘛 然后这里收盘价是七十块四毛五 呃 给大家看看 是三十五块七毛 呃实际上 他这个盘后没有算进去吗 盘后是涨了百 因为我另外每一股涨了四块八吗 涨了百分之六点八亿 所以说我后来计算机算了算吗 这单其实是现在 如果说把它换算成那个盘后收 也加进去的话 现在是这个价值应该是一万四千零七十一块七毛五嘛 呃 呃 对 那个是block run 对 你算算 呃实际上所以说我的成本价是 呃 对对对 反正 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哪里的情况 对反正就是这个吧 呃一万四千零七十一减掉是实际上的 呃收益是 诶我刚才计算机放在哪里去了 忘记了 啊放了算了 反正大家感觉一下吧 你也可以看出来大概是涨了百分之四十吧 这张是涨了百分之四十点几 四十四十差不多吧 四十一四十这样子吧 四十 OK 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单子嘛 就没有多少时间 三月八号不到 就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嘛 那么你如果有的人 会说 当然很多 如果你是短线操作人 确实你可以卖掉 因为你这样子 至少心情好心理好过一点嘛 呃 如果你不卖掉的话 你如果这过了几天 这样下来你可能会有点不舍嘛 会觉得哎 我当年为什么不把它早点卖掉 但我这一单是没有打算卖掉 暂时是没有卖掉 虽然说已经赚了百分之四十 但是呢我觉得 呃 七十五点几 对 我觉得从 对等于说现在价格已经在七十七 当时是2018年9月的最高点嘛 但是我我个人的看法 老实讲我是觉得 它是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继续往上走 永远往上走 因为接下来六年 他六年 都是苹果是他的最大 接下来比如说你苹果 呃 第十一代十二代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都是用跨卡的手机 呃 sorry 芯片 你可以想象吗 大家你可以想象吗 他会赚多少的钱啊 哇靠 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OK 然后再说一下我另外一单叫blockrock 呃 今天的话blockrock是涨了百分之三点几 这一张也是很很不错这一张嘛 今天他一期报告出来也是非常表现非常好 他现在他刚才讲到blockrock现在手上是管理师 呃 今年是又增加了 现在是呃 就是他手上blockrock手上管理六兆多的钱 六兆多的钱 呃 六兆 呃 对 看到没有 他是写blockrock现在total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rose to 6.52 trillion 六点五兆呃 呃 增加了这个这个这个现在手力 而且他你知道他是有种赚钱方式 我好像以前有做过视频跟大家讲过嘛 我 对对对我以前有就是说长线买blower 大家 我有跟大家解释过嘛 就是他你他他有收管理费嘛 所以说这六兆多钱他都是有收钱的 OK 有收很多钱 然后说在呃 呃 第一个季度嘛 呃 而且他 算了算了 我不想讲太多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反正他这个手上的这个资金正在不断增加 就是说 2019年38年 呃 sorry 第一个季度嘛 又有很多这个 看到没有 增加了六百多亿嘛 六百多亿啊 就是钱进到他的那个管理人里面嘛 所以说他的这个费用在不断的上升 赚钱越赚越多嘛 他是全世界管理这个资金最大的 OK 是六兆多 六兆五 六兆五千 六兆五千亿嘛 没有没有第二 太可怕了 这个公司真的是很可怕 他还跟 帮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嘛 呃 打理一些 处理一些事情嘛 很多反正很厉害这个公司 非常强 呃 这一单是赚了多少 我看一看 是 呃 呃 我刚才在哪里 白山 对 这单目前是赚了13嘛 13 OK 这单是赚了13 呃 也是很挺不错的 呃 也不长 但是我觉得这单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 非常巨大 啊 我当年在呃 呃 Blox Rock跟Blox Stone之间选择其中一个嘛 后来我就选择这个Blox Rock 因为我过去看了它过去几十年的那个价格 看一下 不好意思 对 大家看看这五年的价格波动嘛 所以说非常的好看 顺利 我喜欢这种很好看很顺利的继续向上走嘛 就是它要比那个Blox Stone就是价格比较好掌握嘛 所以说我当时没有买Blox Rock 虽然说Blox Rock的这个 虽然说Blox Rock的这个股息很高 你可以看看大家 你看到没有 就是这里让我很担心嘛 从我昨天视频有讲过嘛 就是说它过去的历史啊 从08年金融危机价格股价降了百分之快九十啊 八十几啊 你知道吗 这个有点太离谱了 当然后来它这个表现越来越稳定了 所以说我老实讲 如果说现在有个好的价位的话 我还是愿意去买这个Blox Stone 我还是愿意的 呃 我相信过自从它08年金融危机过了之后 它整个里面内部 整个公司的操作 呃 管理方面有很大的升级嘛 我也看过他一个CEO的一个讲话 一个演讲嘛 我觉得我可以感到 我可以感受得到 他们这个团队 这个公司团队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队 里面有很多精英嘛 很厉害的人 呃 而且现在股息确实很高 不过我以前之前更高过 所以说我还是跟大家 我在上个视频讲过 我希望它价格至少要降到32块左右 我觉得会 我会考虑要不要买 还不一定要 会不会买 但是我会考虑一下 我到时候我会看看 跟其他公司比一比嘛 到底是哪个公司更好 就是说我还会比一比 并不是说它价格到了那个位置 我就百分去买它了 那顺便大家看一看这里 它现在管理的钱是多少呢 是4000 对吧 是4000多亿啊 4700 等于是差不多快5000亿吧 而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Bloodrock 它是管理6兆5000亿 是它的超过这个公司的10倍 ok 10倍 手上管理的钱嘛 ok 现在再说一下 我最后今天要讲到另外的内容嘛 就讲到关于我的Robinhood帐号 做一下解释跟声明嘛 所以说ok 我就给大家看看 我先跟他说一下 我今天亏的这个单子嘛 是ABMD嘛 ABMD我已经亏了 已经止损了 ABMD在这里嘛 我当时的分析什么情况呢 就是 呃 我当时是在这个地方买的嘛 是昨天是15号的时候嘛 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有五分钟的除 我当时看到这里有买家 第一波买家提金进来了 其实 你我当时注意到 在12号 是说那一天的话 其实它的价格还涨的挺多的 你知道吗 而且交易量也ok 呃 也表现也 也远远比那个 大盘好嘛 就是 我是说指的 我指的是 呃 15号的时候嘛 所以说我当时就买进去嘛 因为这是有 还是有挺多买家 杀进来的 结果今天 对吧 我当时就买进去 结果今天就开始一直款价 款价 这就是什么说 这什么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 这就是交易吧 交易就是这样子 很多不确定性 往往 你觉得一定会涨 结果它就不涨了 那么怎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 要在买之前 我首先有 心里有个 有个概念 就是说它如果 没有按照我的价格波动 那说明说 我之前的判断 没有跟市场的预期 是一致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怎么办呢 只能止损 就这样结束了 不要再去想它 已经结束了 所以对我来说 我当时分析的这个 所以说 当时我是在这个地方的 那个这个附近嘛 65块9毛级这里嘛 我是止损嘛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价格能够降到这里的话 我是不想再去尝试的 我不想尝试 我已经放弃这个单子了 当然你说 有没有可能明天还会涨 非常有可能 非常非常有可能 你看看 今天最后的尾盘的 最后的十分钟 有不少 有很多买家进来了 这个交易量特别大 也许明天早上会涨起来 但是对我来说 已经结束了 我一定要克服这种 这种心态 就是说 哎呀等一等等一等 明天可能会涨回来 明天可能会涨回来 以前我也有这种思想 但是后来我逐渐 逐渐的 把这个思想给铲除掉了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就是 我们英文上 我们会说 会有种 hope 就是说 有种期待 有种希望 在交易内 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期望 你一旦有那种 情感方面 投入进去 这一单 你觉得这一单 我一定要把它撞回来 我不信 我要加码 他这样我要加码 你可能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也许 你有一两次被你 成功的 搬回来了 你不断加码 结果过了几天 突然涨了很大的 你会涨回来 你觉得 OK 我这招可以用了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是一段时间 半年 一年之后 我相信你绝对再也不敢做这种事情了 OK 很多做交易人都有这种 很深的体会 很深的体会 OK 我先不搞这种东西 就是说如果错了 如果这个单子 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对处吧 如果说这个单子 亏了 那就亏了 结束了 不要再想它了 结束了 拜拜了 OK 然后 今天的话是ABMD 损失了 但是其实今天我那个ABMD 损失的是百分之 我给大家看看 是3.1 3.1 对我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 还是可以接受 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少 效率有点点多 我近年一般来说 在百分之三以内 这是最理想的 就不要超过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也OK 也可以接受 然后 这个Vintess这个 我今天亏了有点大 就是我 这个是我的失误吗 老实讲也是一张失误 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 在哪里呢 对 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特别画了一个技术 一个技术K线 画一个 其实我当时打算是在这里止损的 我大一天 昨天我当时刚好要去上班 当时开车 有点很晚了 马上就要迟到了 当时只剩下几分钟了 所以说我当时就没有设止损 我当时告诉我自己 应该不会亏得很厉害吧 这个单子应该不会亏得很多 我就打算明天早上起床 或者明天起床 我再补个子损嘛 结果我忘记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后来到 到了三点 我看一下 是到三点 三点多的时候 我当时去Best Buy去 准备买耳塞耳机 sorry 准备买去买那个麦克风 然后我三点多的时候去看盘 结果蹦 已经降了百分之三点几了 所以说 现在这个价格就到了另外一个最低点 也是一个support 这里嘛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support 能不能坚持下来 那么我后来今天 我在尾盘的时候 我最后止损补进去了 补进去了 大概是在59.30这里止损 所以说我现在补进去了 接下来看看明天 会不会实在有什么上调 OK 所以说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我犯错的时候 当我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我能够做什么 那我当时想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假设我不想 我觉得怎么说 就我当时想 我能够做的最多最多 最起码我才能做的 如果说我当时我这一档VTR 我不想砍掉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么现在已经超过了 我的这个止损了 本来是打算 亏百分之一点五左右 结果现在亏了百分之三点几 大家看一看 这里是多少 三点几 对 本来是打算亏百分之一点五 一点七就够了 结果我现在已经亏了百分之三 点六三 那这种情况下 我的做法就是说 怎么办呢 我就加一个止损 再加进去 OK 然后就这样拜拜了 如果说明天亏 那就亏吧 那就拜拜 我不用再去想它了 已经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说这一段 如果全部亏下来 大概会亏到百分之四点几 所以说已经超过我的预期 但是发生这种情况 比如说超过百分之三 达到百分之五 甚至百分之八的这种损失 我的账号之前也发生过好几次 一年大概也会发生过三四 大概是三次四次 我记得2018年发生了三四次 今年已经也发生了两次 就是那个夸卡 我早些时候有买过 还有另外这个MO 也亏过百分之八到九 这样子 所以说也发生过 但是我后来账号还是 我的这个ROBIN护账号还是快速的回来了 所以说对我来说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这种阶段 所以说对我来说 我也觉得无所谓 也没有关系 即使错了 我告诉我自己 那么能够做的要什么 OK 我说的错并不是说 单纯指的是我这一单 也没有赚钱 这个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因为我是另外一个做法 我等一下给大家解释一下 也就是我 我的错是指了什么 就是说没有按照自己的规则办事 这才是我需要自责 需要反思的 并不是说这个单纸有没有亏钱 这个我倒无所谓 因为我并不在乎这个单纸有没有赚钱 我是在乎 接下来的10个 20个 50个 100个单纸有没有赚钱 我是做几率 你如果玩久了大家都知道 其实玩交易 其实就是玩几率 这个东西 我说到什么来着 不好意思 有点 有点 思维不是很清晰 有时候说话说话 都忘记要自己说什么了 对 对我得大家看一个东西 我现在按到谷歌里面 我按百家乐排录 百家乐 谁说 我顺便跟你跟大家做一下 就是 我像我这个东西 我先跟大家讲两个东西 就是说 我这个Robinhood 其实什么叫几率呢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打个比方 蓝色的这个是赚钱 红色的是亏钱 是吧 我打个比方 这就是我几率 就是我可能是 连续赚了三个 然后连续亏了三个 连续赚两个 这里亏了一个 赚了三个 连续亏四个 连续 然后赚了一个 连续亏四个 连续 这里赚了一个 连续亏两个 这里赚了一个 这个亏一个 这个顺序 我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这里就是讲到 我说什么叫做 几率 就是我这个Robinhood 操作一个 机械化 这种 机械化 这种操作的原理 一个概念 脑中有什么概念 就是说 本身就是个 玩几率的游戏 我这个 操作的话 按照我过去 一两年的 这个Robinhood 这个操作的话 我算了一下 大概成功率是 百分之 四十左右吧 四五十 其实如果打个比方 我一百个单子 一百个单子 打个比方 一百个单子 我大概能够对 四十几单吧 四十左右 对对对 差不多四十 四十多一点 也就是我一百单下来 我有五十单 到快差不多六十单 全都是亏钱的 全都是亏钱的 这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OK 那么 我为什么说到最后 大家看看 所以这里是 我看看 大家看看 如果按照一年的成绩 我目前为止 还是比大盘好 你看看 如果从一年的 四月十八号 这里是涨了十点三七 这是以 这个是以那个 总账号来算的 其实我是不 我个人是不以这个为算 我是另外一种算法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如果一年算的话 这里是大盘是涨了七点六九 是吧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确实 然后如果你按照这个地方算的话 我涨的更快 你看到它这个地方 是 这个地方 对吧 快速 就是上升 平稳上升是吧 OK 很平稳 它是一年的时间涨了七点六九 我这边是一年的时间 平均是 真的是到 十点三七 对吧 你看到这里 大盘确实比较稳定一点 因为我这个有用杠杆 所以说就特别抖 但是这里 涨的幅度 要非常快 这里 我当时就是 也就是说我现在就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概念 打个比方好不好 打个比方 就是说 我大概是这个数字吗 30% 大概我是40%吧 有个人 如果你打个比方 你做十个交易 你第一单赚钱赚了三千 第二单三千 第三单你亏了一千 然后第四单亏一千 第五单亏一千 第六单你赚了三千 接下来第七 第八第九第四 你都是亏一千 一千 那么结果呢 大家看到 也就是你总共赚了钱 赚了九千块钱 你亏了钱亏了七千块钱 最后你还是赚了两千块钱 OK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 虽然说我亏了单子的数字 我100个的交易 有错了大概60个 但是我最后还是赚钱的 OK 这就是证据 这就是证据 这就是证明 这就是眼睁睁的证明 这就是证据 OK 然后 当然 我老实讲 我对于我来说 我能够做什么 当然我现在是尽量 把这个命中率增高 这里就另外一个对比 以百分之五十为对比 如果说你一比三 也就是说你一块钱 我损失一块钱 我赚三块钱 这样子算了 你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 你看看没有 你第一单你赚了三千块钱 是吧 你第二单你亏了一千块钱 你算下来 就是一半一半 也就是你赚了是赚了多少 一万五 亏了亏了五千 结果你能够赚一万美元 一万块 是吧 这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Risk and Reward Risk and Reward OK Risk and Reward ratio 这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交易的原则 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看到我平时好像 亏亏亏亏亏亏 可能有时候 我偶尔也会在这个月 其实你看到了没有 表现并不怎么样 但是我就是这样子嘛 我就是等这个 等这个时机嘛 对吧 有时候 但是我 开始赚钱的时候 你会到时候 你会看到 会涨得非常快 其实你如果看到 我早期的视频 你也应该有注意到 我当时做YouTube的时候 是才 1月18号吧 1月十几号 我看一下 对 当时我的账号大概是 2679块 对吧 2679块 然后你有看到我曾有涨过 后来降了一点嘛 后来这里快速上涨 这里降了一点点 这里快速上涨 上涨 这样一点 所以说接下来 我自己账号本身也有个support 我自己的账号也有个support 是在2760左右 所以说对我来说 我尽量不要低于这个数字嘛 我在等某个机会嘛 某个时间段 会突然再发生这种 你看到 巨大的飞跃嘛 巨大的飞跃 而这个东西 我老实讲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应该 按照历史 过去的这个 这么多年 我看盘的 就是按照过去这个 整个市场的波动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没问题 还可以 还会继续发生的 所以说我就等待下一波 一个巨大的飞跃 巨大的飞跃 OK 还有什么要讲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能我最后这一段时间 最后关于 Robinhood账号 做一下解释跟声明 我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够 体会得到 我觉得 对 这就是我想说的嘛 这是解释的阶段 然后最后我想说一个声明 就是说 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说 你如果看我这个视频 一定要注意 你就把我这个 做这个Robinhood这个视频 当做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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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节目那样 reality show reality show 你不要把它当做 你不要 我买什么 你也跟着什么 我买什么 你跟着什么 其实 因为我觉得可能百分之 看我这个视频的人 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可能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承受得了 市场那么多的打击 就是你一百个单子 你要被市场打掉六十个 六十个单子差不多 而且呢 有时候 有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没有 有时候你还不是说 你对了一张 错了一张 接下来就马上就开始回来对了 有时候会连续出现 错七八个都有 连续亏七八个八九个都有 ok 所以说 真的 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 你满看 你先看的 你就当做看一个电视剧 一个真人秀 一个人 一个人 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 一个YouTuber 像我比如说YouTuber 你就当做看一个YouTuber 一个真人秀 做教育的一个真人秀 对吧 对吧 你可以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你再决定 要不要以后 我打 比如说打 比如说哪一天 如果真的打算去 做一些课程 或者说我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 服务 一些会员的东西 到时候你再决定 你要不要去尝试我这种做法 你到时候再尝试看看 你也看看我这个东西 到底赚不赚钱 是吧 我想用最真实 在YouTube上面 我想用最真实的方式 就是全盘展示给你看 到底赚不赚钱 这个操作方式 而不是像很多YouTuber 或者说很多人就是 卖给你产品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给你看 你也不知道他赚不赚钱 从来你如果说 老师你可会把这东西 你的操作给我看看 你马上会被他分掉 被他分口 或者把你给踢出去 OK 他们不会回答你这种问题 他们很讨厌你这种问题 为什么 很简单 对吧 为什么 很多人为什么不 老师所谓的老师 其实我都不敢说我是老师 我只是一个做教育的爱好者 对吧 为什么说他们不敢展示 就是怕 如果说展示出来不赚钱的话 那谁还敢买他的教程 谁还敢 那他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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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这个东西赚钱 因为你也知道百分之九十几的 这些人全部都是 并不是靠交易赚钱 对吧 或者说投资赚钱 所以说大家说 如果你偶尔呢 你可以看一看 像我这些 如果说这些 基本面跟技术面这种股票 像高通呢 像我之前买的Block Ra Delta Air 这种航空公司 这些是属于那种 我那种 中场性的操作 你可以买 比如说放个几个月这种 这种 这种类型的操作 是属于那种 我觉得大家 你可以 稍微关注一下 或者说你要不要买 你可以 可以那个 做一下参考 知道吗 我觉得那些东西更适合 广大的那个 观众 看这种类型的 就是基本面 很强的股票 可以做一下分析 做一下讨论 参考一下 但是像我这个 Rubinco这个操作 这个有点是 有点 我觉得有点非人类 非人类 你必须要有超强的那种毅力 和那种 忍受能力 才能够 习惯操作得了 但是 所以说 其实大家我想说 你蛮看 你先看的 你觉得怎么样 是吧 你不要 我买什么 你也跟着买什么 对吧 所以说一定要小心点 小心点 然后再说一下 我今天买了这个U1H 我买United Health United Health 今天降了很多 所以说我尾盘这里 跟进去 打进去 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 总的来说 从技术 基本面来说 还是OK的 所以说我这里 哪一单小的单子 损失也不大 现在涨了0.13% 这一单我大概损失 2-3%左右 来试试 到底能不能赚钱 OK 然后的话还有什么呢 今天 对 我今天就买了这个 就买了这个U1H OK 那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麻烦你 请大家点个赞 然后呢 有机会的话 分享出去 让大家能 让更多人看到 然后呢 还没订阅的 可以考虑一下订阅 OK 那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聊 OK 拜拜